五十九歲的埃及漁民納沙 每天清晨五點出門捕魚 賣掉漁獲之後就會回到船上 收集被丟棄在 尼洛河中的塑膠垃圾 納沙祖孫三代 都在尼洛河畔生活 週末時每天可以收集 多達七十公斤的塑膠瓶 週間單日收集二十公斤 他們將回收來的塑膠垃圾 用機器壓扁綑綁綁 送到當地環保團體總部 以每公斤十四埃及棒 折合台幣二十元的價格出售 清理環境順便得到額外收入 尼洛河是埃及的母親河 孕育古埃及文明 但這一條河如今不買塑膠垃圾 根據埃及人權組織數據 每年約有四百五十萬噸廢料 流入尼洛河 當地環保團體在二零一八年 啟動計畫 創造有序方式來清潔尼洛河 和回收廢料 同時支持漁民生計 提高環保意識 過去四年收集了近一百八十噸廢料 就在COP27峰會召開前夕 埃及當地志工也主動發起淨灘活動 沈入會議舉辦城市夏姆席的海底和部分海灘 收集了好幾袋一次性塑膠金屬和輪胎等垃圾 埃及積極綠化城市不只宣布夏姆席 禁用一次性塑膠袋 引進天然氣巴士 還耗資巨款建造太陽能發電廠 為氣候峰會做足準備 然而埃及其他地區正面臨氣候變遷衝擊 以肥沃土壤著稱的尼洛河三角洲 遭遇海平面上升的困境 海平面上升及泥土研發問題日益嚴重 許多農夫被迫早地取用地下水 減少稻米栽種改種芒果樹 先前有埃及經濟學家預測 研發問題將在2050年前 侵蝕尼羅河三角洲15%的核心農地 屆時番茄的產量將大減淨半 小麥和米的產量則各減一成多 根據聯合國糧食基農業組織數據 埃及1.04億人口中 予有四成居民住在這裡 農作物減產將衝擊當地民眾210公斤 農民期盼COVID-27峰會能提出解放 誰都不想淪為氣候難民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